關心水的問題 現在說中部水也不夠 根據中央在海映 便中什麼顧客到今年五月 之前最需要的水量是七億 但還可以提供的只要一半而已 台中市是冠軍開花 再來三點 他們的財政水和建局 工地地下水煮完 看是不是每一天 還可以再出兩百多萬斤的 這個水煮完呢 洗車油營地 沙門院還用水量 較大的民生相關散躍 為一月來後開始 地下水大概每天有兩百萬噸 在廟中以及百層 先將大火進行減壓以及減供七八的措施 反而會將它民生的用水 台中市政府盤點可以另外刪除的水管 總會再生水和建局工地的地下水管 台中市每天還可以刪除兩百多萬斤 回收水每天大概是六萬公噸左右 我們現在從工地上抽出來的水 地下水大概每天有兩百萬噸 先鼓勵一些非必要的一些民生用水 去用回收水 台中市政府樓修園支持台車的警惑局 他會這次控制的半點 發現水準中心的再生水 適合狀況不好 要求再加強 才有辦法來面對極端氣候的挑戰 我們台中市有11座水資源回收中心 其中有6座每天可以提供10萬6千噸左右 使用狀況並不好 一方面大家回收廢水 處理清潔環保 這是要做的 可是另外一方面去化 處理完以後的去化做得還不夠好 經濟台灣自來水公司的統計 只要是廟力 台中、北中華 每天都要供應150萬公噸的自來水 如果是繼續不夠好 中部地区還有水口村的水量 國際只有1.2公噸 在之後資料還要開館 台中市經化共脈全對學区裡面的工藥区 由近年十月開始悠悠自主來減水7% 希望可以多過善意 減少對民生的創集 記者中學報導